陪着来访的慈禧志工 缓步走回自己的家 53岁的洛斯林达 2013年罹患乳腺癌 不得已放弃做了 30多年的裁缝工作 生病前的洛斯林达 裁缝是她的最爱 而且也是家中经济主要来源 但离癌后得接受化疗 庞大的医疗费用压得她喘不过气 后来刺激志工的关怀 才让绝望的她有了转机 如今洛斯林达身体状况日渐好转 只要有空闲的时间 她就到环保站去做回收 我只想要自己健康 我只能够帮忙 我只能够帮忙 如果有老人在家 就能够帮忙 如果能够帮忙 可能不够帮忙 支持针线 恢复恍日的自信 大家新闻家郎 伊拉瓦蒂印尼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